继续我们要看的这位 他的梦想在脚下 他对于制作鞋子有热情 而整个创业的过程 是他的挫折而累积出来的经验 鞋子就是我的梦想 而且它可能第一就是说 它可以让我把一些东西 把我的理念告诉大家 为了梦想 他走上一条过去没想过的路 一双手工鞋工序复杂琐碎 宋芝帆恩在工作室里 经常一待就是一整天 这个是钉中底板 然后我们来先对着 我那时候很没目标 我做什么都不顺 找工作人家不要了 然后去学做代工 师傅还跑了 我还要找另外一个 大概没几个年轻人 愿意学的传统制鞋 宋芝帆却一头栽了进去 过去他学的是服装设计 毕业后也换过几个工作 但始终找不到方向 直到因缘际会上了一堂制鞋课 然后那时候我在那个课程当中 有一个做鞋底的师傅 就是做这个部分 看他很帅啊 就是用鸟嘴钱啊 这样子做做做 然后炫头这样转很帅很帅 这样丢来丢去很帅 然后他又说 如果认真赚 有办法赚钱 那时他求职不顺 刚被一家制鞋大厂放鸽子 心想既然没路走 不如就先专心学做鞋子 他跑到台南跟老师傅拜师 磨练基本功 其实做鞋子最难的部分就是这个 然后这边我们就是 我们一开始先对 后面 这高度很重要 如果太高太低就不行 太低会掉脚 太高会磨骨头 手工制鞋讲究经验 每个步骤都是影响成败的关键 他从鞋子的底部要如何成型 从零开始学起 不像现在已经驾轻就熟 那时不知做坏几双鞋 被师傅拆掉打掉重裂 通常师傅最慢放给我们 就是头这个部分 这个很难拿捏 就是我如果这边拉一边拉太用力 他就会跑到另外一边去 会跑来跑去 经验会告诉你说哪边要出多少力 哪边要怎么工作 反复失败没让宋之凡退缩 他反而越来越投入 他花了一年窝在工厂里琢磨每个细节 一只鞋子判好 然后再来我们判拖鞋 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 师傅是在铁皮屋 是在顶楼铁皮屋夹盖的地方做 那个夏天又是台南 那温度至少 至少四十度 然后你就在那个环境下 一直做一直做 很热整天寒 只是当织鞋业渐渗示威 被外销取代的今日 他的决定让身边的人觉得担心 妈妈就不止一次投了反对票 去看他的时候 我眼泪快掉下 我想说你应该是一个设计师 那你为什么我看到你的时候 因为那个 做鞋子的环境不是很好 就是强力教味道很重 做妈妈的总是担心孩子受苦 想尽办法 想说服他回到基隆家乡 但宋之凡思考过后 决定留下来苦撑 因为我就觉得可能 越夕阳越有机会吧 对啊 因为毕竟人家不做的事 我们去做才有机会 不过学功夫的过程 还真是一波三折 那时好不容易掌握一些技巧 老师傅却出状况 丢下订单人也不知去向 如果当初我在那边坐 时不时就有那个高利贷的 跑来讨债 我们还要应付人家 没有选择一起离开 宋之凡当时反而无偿 替老师傅收烂摊子 一个人想办法完成订单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放弃之后 我自己能做什么 其实那时候有一点挫折感 反正就是专心把 做鞋子这件事先做好 许多人觉得他太傻 连陪着一起去台南的女友 也看不下去 你可以去找别的工作 然后何必要帮他做 可是他就说他就是学习 然后就觉得那也是有点 他就一直说服我 就觉得他说他真的很认真 因为他就早上起来 然后七八点就比我早起 然后就起来 然后准备开始工作 然后晚上的时候也是十一二点 他才休息 就是他才开始准备要收 然后睡觉的时候已经都半夜了 再也没有师父会骂他做得不够好 他得靠自己慢慢摸索 那段时间他努力东拼西凑 过去所学 再不断修正错误 但也因此有机会从头到尾 接触整个制邪流程 真的要熟练 真的是要做白工的那段时间 是最快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 因为师父一般师父是不会 把全部的流程 也是让你做学习的 那段赶出货的日子 一天要做二三十双鞋 三个月下来做了上千双 他几乎没休假 差点把身体给熬坏 但他永远不会忘记 第一次成功做出 一双鞋的成就感 终于让我做出一双 对 做出一双鞋子 然后交出去 厂商还没有办法 工厂还没有把我退回来 表示我做的鞋子还可以这样子 宋之凡后来又去进修 跟不同的师父学习打板车鞋面 他终于熬到可以独当一面 也接起代工 在代工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鞋子怎么都是这样子 怎么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款式 还是什么 其实我头脑有很多想法 想去尝试 想去做这样子 也在那时 希望设计出有灵魂的作品 心中燃起了这样的想法 但起初却又不知从何下手 他去做了其他工作 存了些创业基金 花半年思考方向 然后当我接触到鞋子这一块 我发现鞋子怎么大家都一样 对 就是 这个鞋子的业界就是说 我们就 例如说我到日本 我到欧洲就拿一块鞋子回来 就拷贝 对 一模一样 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资中 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创意加在里面 那段时间 制鞋师开始有了退休潮 他做了许多功课 买下二手机器 许多创意 别的代工师傅做不来 他就害女友两人自己动手 对 因为我们毕竟是从服装出来的 很多细节可能我们是把 像我这种款式 对啊 哪有鞋子做真的可以打开有拉链 对 这就是我坚持一定要的东西 这个才有特色 他只有他知道那个概念在哪 因为他想他只有他自己知道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板子有十片十几片这样子 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这一片是哪一片 后来问题渐渐浮现 一开始为了品牌区隔 走独特路线放弃许多基本款 但后来发现这根本不切实际 对 我真的会 一开始我觉得后面加鲁胶凸一块很丑 可是最后发现说凸那一块客人根本看不出来 对 客人注重的跟我们注重的东西 都定了 两个人的创业梦一开始走得辛苦 但他没放弃 没广告预算 就自己想办法 带着鞋子去旅行 拍照 充人气 相信乐观就会带来希望 我们第一次去拜市集 两天六日 第一天什么都没有卖出去 第二天卖了一双好开心 开心的钥匙 那时他俩在台南高雄跑市集 努力终于得到回报 知名百货业者找上门邀约进驻 后来也是亲情的呼唤 让宋芝凡决定回家乡落脚 他本来也不想回基隆 然后是弟弟偷偷帮他报名 基隆的产博那个文创事集 然后报名之后 他很勉强的回来就摆摊 想不到 很意外的 让他就生意很好 然后基隆的 出肠成功滋味他没有滋满 他试着跟自己妥协重新学习 当一个设计师制鞋师之外 还要弯腰倾听客人的需要 我都把自己的客人当朋友 要休闲 你没时间来 我特地去给你拿鞋子 都没关系 然后我们蹲着 我们帮你试鞋 我们帮你穿鞋 对 这种温度我觉得是最棒的 一个创业让他体悟许多 原来只要认真投入 能体会的远远比传承技能 还要多出许多 对 我觉得是 这些人生意涵是你真的要创业 才能感受到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只是 呆呆地在那边做代工 你没有去接触人 没有去接触什么 其实你什么都不会知道 这个梦想还有着 对家人一份满满的爱 亲手做一双给爸妈的鞋 留在家乡 留在家人身边 也有了拼搏的动力 妈妈可能一直付出 可是你不知道能付出什么给她 然后你终于可以 为她做一双鞋子 然后让她很开心 然后很骄傲地出去 说这是我儿子做的鞋子 其实我觉得这双鞋子 过去那个没有目标 不知所措的年轻人 靠着努力找到人生方向 内心踏实满足 那是挫折累积出来 难以取代的宝贵过程